這個很EY世代 EY世代有什麼特色呢? 原來萬事都不離其中 剛才我們讀的經文 你看到耶穌在井旁 無厘頭跟婦人一番對話 就好像現在跟EY世代一樣 然後保羅就長片大論 如果保羅在這個世代 傳福音就不太行 他一定要改 我想保羅也會改的 引起這個離奇墮樓事件 一會兒我們都會看這個經文 不過 很少這麼多的年輕人和球員 在當中 所以我們今天和霍教士的協議 都會多說一些籃球 不知道代祥宗會不會有些人很悶 今天我們在四人三的時候 會說得到籃球 其實最好是去到球場裡說 一邊示範 一邊打 我們首先說一下籃球的歷史 認識一個碎哥哥 這個碎哥哥很英俊 牧仙 他說二十年前認識得外 當年那時候都好像這麼厲害 這個叫做內史密斯博士 他就在神學院裡 打爆頭 他說當時神學院 有些中坑 這裡也有些中坑 帶領大家 我們在教會 原來有兩大人是失蹤的 一些是十至十五歲的年輕人 一百個當中 不夠三個回教 另外一個更可憐 難怪我們教會 適分年紀 比例是十六比一 所以有些教會單性模樣 夫婦分開模樣 男生頂不住 他就想一下 這些中年人 和精英人在一起 有什麼好玩呢 又要刺激 又要安全 怎麼辦呢 他就想一想不到 聖靈給他 有一個想法 當時的美國人 他們最喜歡玩 很粗糊 我不敢放一些照片 因為我看過那個紀錄片 就是講 眼珠撞到草地的滾 很可怕 這是美式足球 你明白嗎 美式足球 被英式攬